好 其实游览车最近生意真的是越来越差了 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呢 两岸关系激动 现在连专营路客的创世纪旅行社也无预警倒闭 40多名员工每个人都被欠薪数十万 而协力的许多厂商也大受影响 现在香港籍的邱星老板也回到香港并不见面 员工恐怕是秋长五门 520后路客激动 现在果泽旅行社撑不住 开业多年的创世纪旅行社发出简讯给导游 文中写道 现在向各位宣布公司停止所有的业务 还在台湾的团已经有全联会接手处理 公司签各位的费用没办法支付 各自寻求解决方式 这也是新政府上台后 第一家专注路客团旅行社宣布倒闭 旅行社大门深锁人去楼空 老板早就遭楼 邻居说老板叫邱华侨 是个香港人 应该已经跑回香港 对此的观光局也证实 星期一就接到通知 创世纪跳票两百多万 跟创世纪合作导游说 至少四五十位导游都遭到波及 今年的薪水几乎都没拿到 平均每个人被倒二十万到五十万 家里有餐厅跳出来 先前团员吃的饭都还没进账 出国被倒一百多万 惨的是现在还有团在台湾 目前有八团滞留七团来自江苏 一团来自吉林 都是八天七夜团 有的行程已经快走完 有的才刚到台湾 好在已经安排其他旅行社承接 我们街道的部分来讲 因为有协调其他旅行业者在接待 所以在石跟柱的部分 这些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行程继续走 导游招待 时速也不会有影响 据了解 目前全台有四百家旅行社 有接待陆客团资格 而真正接团的大约是三成 一百家受冲击 年代影响下游 餐厅 游览车 数十万人的升级 创世纪旅行车事件 恐怕只是一开始